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角度大世界 一个拒绝跟风或人云亦云 保持独立思考,用理性的重心角度 配合历史维度去分析世事的频道 之前无论是讲AI,或分析世界格局 或投资市场,都是秉持这种原则 当然我时不时都手行玩亮自己并不擅长的东西 夜冷静,闻有谁共鸣 所有这些影片的链结,我都会放在下面描述欄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我上一条影片是介绍有关POPERA 以及这种OPERATIC POP演绎方式的其中一个知名代表 Ear Devil 并在中间和片尾插播了他们以往的一些表演片段 我有个朋友看了之后 除了说我识货之外,还略略提了我一句 老友,你同时踢爆了自己的年龄组别 这句话又给了一点点灵感我拍这条影片 因为刚好这几天,我们香港的其中一个热话 就是韦仔梁朝伟获威尼斯电影节颁发终身成就金司奖 我关注到的除了是这条新闻本身,以及他的访谈之外 还有威文王伟文在Facebook post他和韦仔最新的合照 和30年前的合照 同时有两句 骨胶原流失是自然定律 是对阅历和智慧的奉献 另外,我自己其实真的不介意暴露我的年龄 因为特别是当下这个充满不公的世界 但是,岁月可能是唯一一样东西对所有人都公平的 所以我拥抱都来不及,又有什么很害怕呢? 不妨看一下在很多人心目中都属于万人迷 和几乎完美的哥哥张国荣 他生前的这几分钟访谈里面是怎样看这件事呢? 这件事没有都说过 因为你一定会,随着年纪一直大 你一定会是年纪的,你一定会是年纪的 最重要的一句话,我觉得英文是很好的 就是怎样叫做年纪的 我就算老到有余美文 都是因为我真的是这样,too bad 所以由我开始玩这个频道 你最厉害是什么? 是要玩嘛 直到现在这么多个月里面 我都基本上没怎么刻意去打扮 有时会有鬚筋,有时又没骤头 我立刻扯起一条筋,头都没骤 自争塗头脑 别逼我啦 三到五的 更加不会塗什么蓝蓝绿绿 射在脸上 你的眼睛明明来到这里就会停的了 你不知道塗了蓝蓝绿绿 有什么鬼有孔掌石鹿啊?他还是脱去的啊 最后我想分享多以下一小段 是我最近在社交媒体看到 描述出生于1950到1989之间这一堆所谓老饼的 里面的用字很简单 但非常重点地说到时代变迁的方方面面 并且总结出其实现在貌似先进 Modern, Young的很多所谓潮的东西 是不是应该某种程度上 Return to basics呢? 都已经看到这里的你 希望可以花多两分钟看下去 看完之后不妨写下你的common 告诉我 内心是不是少了一份烦躁和担忧 多了一点宁静和坦言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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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